看一些新型的骗案 其实也是够平身走 一个男子说自己在上书ATM的提款机按钱 在拿钱出来的那一刻 突然那个女子前上他说 你为什么拿我的钱 这钱是我的 这一招我隐约记得20年前发生 现在又重新施展出来 其实大家现在要警惕多一点 如果听开我们的频道 首先多多支持 按订阅 然后你会发现真是现在的骗案是层出不穷 或者是抢钱 街头那些老屈各样 以前是撞车 碰瓷党那些 幸好我没有开车 但是开车很烦 万一有个人撞起来不知怎么办 现在这种就是提款机屈钱挡 例如现在的快餐店很多可以在门口 用不同的付款形式去买 自助地售卖 往往我也很高的警惕 例如你临要付款 拿张卡去DOOT 这个时候我一定是看清楚后边 有没有人我才开始进行这个DOOT 你不知道的 突然间冲这些人又有路 那你就麻烦了 以致 例如有不同的快餐店 它可以在门口卖 也可以进去很多部机 通常是进去室内 去餐厅里面的那部机 而不会在门口 因为你有什么事 你真的不知道这些骗徒会有什么新招 但是只是说如果你在门口 万一你舍底了 它马上走 你也是窩窩的 所以我尽量它里面有机 我一定在里面拍的 如果没有 迫在门口拍 亦都付款那一刻 哪怕你拿一张八达通DOOT 一般你可能电话扫 亦有可能用手机 最低的 损害就是八达通 但是现在 因为之前有那些很多政府资助 这张八达通可能也几千元 以至你那张手机 或者你DOOT手机 真的不知道骗徒会想到什么新招 但是你拍卡那一刻 或者扫手机那一刻 你一定是要看清楚后面有没有可疑人 还要是方圆 甚至 如果你正在按东西 有个人已经很可疑在你后面 你又分析不了是不是真的拆 我就不会按的了 我让他按 我站在他后面转头 你真的要的 现在你不能说面皮薄的 因为你损失了你自己是虚底的 总之谈话就是 抠你按钱 按好了 钱就彈出来了 那个市主拿了钱 这个时候就冲出来了 那些女孩子也好 去这里就是一个 说不到流利广东话的女士 也有网民说我都遇过 不过那个男士的 他要按2000元 这个市主要按5500元 相当之 危险 没办法 有时你贪方便要 去提款机禁 你很少可华 你每次拿钱 有钱在银行拿的 如果严烦 就一次过拿 拿回10000元现金 在家里慢慢撕 也好过 在街道逗留太久 也是相当危险 但是你去银行也要小心 不过拿10000元 不怕的 有些拿几十万 但真的要小心 结果他就不用报警之下 竟然是 拆备了这件事 这个女人 冲上去 线着他 他说大街大巷 当时 途人都很多 大约20个人围着 他都不知怎样好 最终虽然没事 但是 仍然是觉得 相当委屈 无端的 被人屈 托賴就没事了 但是网民就说 不行的 你一定要捉住他 报警怎样也好 不可以让他走 他这个 摆明是 白状 想屈钱 只要见你 醒目就只能而退 你不报警 而且 他粗的是一些 误下误淡的 广东话 明显是 以前是骑兵 现在不知这些叫什么 又是那些 内地下来 找笨 骗钱的人 职业集团 想到新的 还要上水 扔多些本 去粉岭 搭多个站 还要上水 超级可疑 他在Facebook的专页 不拘靠笔 靠笔 靠笔好像是台湾话 靠笔好像是 不是那么好的词语 不拘靠笔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分享了这宗案 在周二 星期二 10月31日 下午 2点30分 上水 採员商场 汇丰银行的提款机 禁5500元 一个不含不淡的女子 冲出来抢她的钱 说刚才我忘记得拿 这些钱是我的 是不是 如果这时候 不知道你会怎样 我就立刻发疯了 用最凶狠的状态 冲召到他瘋了 绝称屌女つ亡 然后立刻报警 看情况 如果他说他黏着 那时候可能要警告他 然后才滑达达他落地 你要警告他 真的烦了 瘋的 警方来的时候 再解释 没人犯 怎么样 没有刀 他 黏上来 所以很麻烦 就算你最后没事,你闹上法庭就烦,当然如果警察信你没事就好,但闹上法庭,官非前身,最终你完全没事,你的时间困扰也是很无辜的 我没必要受这些事情,但现在全街都是有人没饭开,你没饭开,要么就去押抢,去偷,去打劫,去行骗,不然就饿死,他只有两条路,宁愿拨拨拨,现在市道真的很差,大陆市道也不是看得特别好,更加多这些骗子,所以在街上真的事事小心 市主说当时口同被咬,他可能也是斯文人,感到极度无奈,还有很多街坊看着,最后他很冷静,说有闭路电视的,这句竟然是那个女子说的 那男女主说是不是我真的拿错了钱,后来他很机灵,说一起回去,有闭路电视的 ,还有CCTV的 ,然后我这张单在手中的 ,你如何拿下? 我这张单是刚刚拿的 5500元刚刚多少时间一分 你之前拿的怎会是这个号码呢 回银行慢慢看闭路 如果我真的拿了钱回银行 他就害怕就走了 就说不好意思假装走了 幸好他的钱最终没有被偷走 类资亦都知难而退 突然间改后风 不好意思是我错了是我搞错了 又说我搞错了认错了不是这部 我是另一部机 你另一部机也认错 网民说你不行的 不能放他就一定要报警 这些摆明白状 怎会两部机认错呢 而且他明显大陆下来 你又怎会有提款卡那么浅 拿一张提款卡来看 你刚刚按钱 没有啊又不见了 你带走他 通常很凶狠骂他 然后再说道理 你说你按钱提款卡拿来看 你没有我立即报警 你不要走啊 你不要走啊 然后就追到我追回他 他去走 一路报警一路追 这些不行的 真的要捉住他 瘋子 还有不要害怕 总之你没有做错 千万不要害怕 你刚刚自己按的钱 怎么会是你的钱 我明明看出他彈出来的 我又不是摺上一手的 他想屈你 这些钱是刚刚我按 我忘记得拿的 你就是来偷 应该是给我的 但是我按了密码 又按这个键 那个键 最后彈出来 又按了银马 金额 怎会那些钱是你呢 神经病 很多网民替他 虽然做得好 但是做得不够完善 不可以让这个人走 虽然被人屈 一定不妥的 一定不服 那些网民说 亦都呼吁大家要小心 然后就说最好返回银行 闭路 所以亦都反映就是 千万不要在街上的单头位 按钱 以前大家一定在任何地方 都试过 在一条大街 旺角都可能一条大街 人来人往 你就在那个位置按钱 那时候其实没有那么治安 没有那么差 我都会望清望楚 望清望楚 或者他正在数钱 那一刻 你已经是要望光 左右 然后就要最迅速 一拿就 接着袋落袋 就走 还有要记得拿一张卡 大陆那些提款卡很差 大陆是 香港的提款卡 就是先弹了一张卡 给你 那你当然要拿卡 你因为来按钱 你没有可能拿一张卡走 那你自然要拿钱 但是大陆的提款机 是弱智的 他是先出钱给你 好了你拿了钱 那他才出卡 那很多时候都会忘记得拿了那张卡 很弱智 香港就是先出卡 后出钱 所以很多人都要小心 还有 一凡是要付钱 牵涉到钱 或者要你拿个银包 或者拿张卡 那都是牵涉到银包 一定要很高的警觉 很高的警觉 我以前说过行骗 有一个叫做制造真空的状态 即是你轻了机的 即是你集中某东西 突然间分了你心 那我们的学名叫off beat off beat 当这个时候一触发 你真是真空了一片 很容易就任别人无 但是那是有一个时间 可能是几秒 五秒 或者十秒 你是突然间不知道的 譬如最流行的 你被抓索的时候 千万不要回答任何问题 亦都我很厉害 我跟店员在付款的时候 有个客人就衝过来问 我立刻抓住 你等等 我们先完结了 你不要回答他 你先完结了 我先抓索 很多 那些不是行骗 但那些是没有礼貌的 突然间插队就问店员 我们在抓索 抓多抓少 是不是你陪 对吧 有时是没有礼貌的 我们上集说 那些街坊场 为何那么烧底 那些职员店员服务 因为太多这些吵架 他不是有心骗你 是太麻烦 很多很没有礼貌 你不能够用礼貌的形式对待 你只是在挖泪锤 逐一点去处理 有时没办法 有时一个大杂盖 盖住 不能让他继续 很多很多 大家真的要警惕 如果大家是善良斯文人 你在街上很危险 事事要小心 也不代表我们都一定安全 太千奇八怪了 那些街头行骗 真是防不升防 日新月异 虽然你说这一宗 好像禁钱党 不是新东西 以前试过 近五年有没有 近五年好像没有看过 这些新闻 又重新 復燃出来 那些人就说 要报警 不能轻易放走他 否则下一个受害者 是不知道谁 跪完机 其实一直都有闭路 一定有的 所以你任何的行为 都记录了 有什么事 就跟银行说 不要在大街上按钱 真的很危险 有个网民说 如果一个男人 就冲来 说刚才按2000元 你为什么拿了我的2000元 他说他忘记得拿 最后还抢他的钱 后来他马上抢回 再跟他理论 见到失败又走了 其实上水那头有了 上水绝对 应该很多人来来找食 现在 你说下来光顺就难了 下来找食 我想相当多人 今集我们先来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 在下方留言